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 14代酷睿桌面端又准点打卡上班 这次我们分别拿到了14代的酷睿i5-14600K 以及i9-14900K 实话说 这两颗U我看了一眼规格表 基本上和上一代没啥区别 都是小幅度超频 估计性能也拉不开什么大的差距 为了让这个看起来比较乏味的测试显得有意思一点 在内存选择上我们准备了两套规格 一套是DDR5发布初期比较常见的6000MHz频率 持续是30-40 另一套是目前介入主流的7200MHz CL36-44来对比一下 如果是只升级CPU或者一并升级内存 两指的表现会有多大差异呢? 另外我们还拉来了AMD这边最强的7800X3D 顺便我们也看看 AMD S的Zen4桌面端跟14代对比 到底谁的游戏性能更强吧? 测试前咱们还是先来简单看一下规格 首先新处理器针脚没变化 还是LGA1700 依旧是兼容Z690、B660、H610主板 制程方面 14代依旧沿用了Intel 7工艺 架构为Raptor Lake Refresh 是基于Raptor Lake的改良款 IPC方面没什么变化 这次我们拿到的是i5-14600K 它是6大核、8小核、20线程 跟13600K保持一致 另外最高规格的14900K是8大核、16小核、32线程 和13900K保持一致 这两颗U是纯纯的挤牙膏了 唯一有变化的是i7-14700K的规格 相比13700K多了4个小核 变成了8加12 一共20核、28线程 这个U相比上一代i7还算是更值得考虑一些 频率方面 14600K大核提升到了5.3GHz 小核4.0GHz 分别比13600K提升了0.2、0.1GHz 进步幅度真的不明显 可能你用13600K小超一下也能达到 14900K的情况也是比较类似的 大核全核5.7GHz 小核4.4GHz 有点像是官方灰镜版 考虑到这几颗CPU跟13代的区别真不大 我们这次测试以14600K为主 综合性价比考虑 这颗U应该是主流用户选择最多的 其他对手我们找来了上一代的13600K 以及隔壁最强的游戏CPU7800X3D 来对比一下游戏生产力相关的性能表现 按照惯例上期前介绍一下测试平台 显卡是公版的RTX4090 主版我们拿到了ROG最新推出的Z7 Z790 Dark Hero 正好这次测试就用它了 两对内存均是芝奇的幻风机 硬盘是三星980 Pro 水冷是广受好评的亚骏GA5 电源是振华的Ledex G1000W 设置部分仅开启XMP Loadline默认为LV3等 值得一提的是 14600K用这些配件 各项规格基本上都是溢出的 如果你想自己装机 那入门级的Z690 甚至是B660也完全够用了 没必要选那么豪华的搭配 你也可以多留意下其他up处的搭配 应该能得到更符合你需求的成绩作为参考 AMD这边 主板我们选择了ROG B650A吹雪 主要是AMD太省电了 这个主板应付8核的7800X3D绰绰有余 其余配件跟英特尔平台保持一致 设置方面开启XMP和PBO 其余为主板默认 首先是游戏测试 这次我们在基础池子里加入了几个新游戏 需要说明的是 对比CPU的测试 分辨率均采用了1080P 这样能凸显CPU之间的差距 如果是2K分辨率或者更高 那显卡对于帧数的影响会增加 帧数的差距反而没那么大了 网游部分第一个游戏是Dota 2 刚拿完金牌紧接着又是TL 热度非常高 希望中国队能够取得好成绩 测试片段 我们重新选取了中国区TI预选赛 决赛第二场中后段的录像 两分钟内包含了抓人和团战 记录平均帧和1%LOW帧 14600K平均帧是240左右 帧数相比13600K进步不大 14900K搭配不同规格的内存时 帧数差距比较大 而7800X3D的表现非常不错 超过了i5 14600K 仅仅比7200C36内存的14900K低一些 不过在LOW帧上7800X3D只有125帧 这个表现应该跟Intel使用同样内存时的表现接近 但目前AMD平台的限制 对于高频内存的兼容性还是不够强 这方面是AMD平台的短板 接下来我们本来想测试一下另外一个热门游戏 CS2 但是由于游戏刚上线 Vision还没有把创意工坊搬上来 所以说老的Benchmark没办法正常使用 最终我们随机玩了一段并且用采集卡录屏作为帧数演示 不具备对比条件 在10V10的娱乐模式中 14600K的帧数大概在450帧左右 新的起源引擎优化似乎不是很好 导致游戏帧数不稳定 CPU占用也不低 还是等Vision的后续优化吧 然后是英雄联盟 大家都知道路阿路没有Benchmark 我们只能在自定义模式里 通过增加小兵来增加CPU复载模拟测试 不具备实际 从结果来看 14600K相比13600K有进步 但是平均帧要比7800X3D低一些 而14900K仅在搭配7200C36内存的情况下 能够超过7800X3D 最终幻想14Benchmark 14600K的帧数比13600K提升了一点 不及7800X3D 7200C36内存的149K 在平均帧上能够超过7800X3D 但是1%Low帧还是要低一些 Apex英雄由于最高300帧的限制 所有参测CPU的平均帧数都顶满了 4090果然还是牛逼啊 1%Low帧方面 7800X3D会比Intel平台的大将们似乎都要高一些 有趣的是换了7200C36的内存之后 Intel平台这边的1%Low帧都变低了 在其他游戏里这个情况没有出现过 让我十分费解 来到了单机游戏这边 预避的大作 刺客信条幻境终于上线了 风格也回到了刺客信条早期的感觉 我们使用了游戏自带的Benchmark测试 通过测试结果抓取平均帧和1%Low帧 不过比较坑跌的是 这个游戏的优化其实比较一般 1080P下4090都能跑满 各个CPU的表现不太拉得开差距 146K搭配7200内存跑到了174帧 而149K平均193帧 如果使用6000C30的内存 帧数会低一些 7800X3D的表现依旧不错 6000C30的内存也能跑到188帧 看来在单机游戏里 AMD这边的3D V-Cache还是凸显出不小的作用 赛博朋克2077 最近更新了DLC往日之影 不过对Benchmark的帧数没有影响 在这项测试里 136和146K的差距并不大 频率更高的i9确实能提高一点帧数和1%Low帧 7800X3D的表现依旧不俗 不过在1%Low帧上的表现会略低一些 地铁离去的情况也比较类似 唯一不同的是地铁里的1%Low帧 7800X3D反而会提高 同样是我们常规基准测试的古墓丽影暗影 这个游戏不同CPU的差距比较大 不同的内存规格影响也不小 帧数差距甚至能超过10%以上 14600K的帧数接近300帧 比13600K高了10帧 但总体来看还是我们大农企这边的大缓存更加给力一些 除了1%Low帧略低 平均帧数确实要高出不少 可能得14900K把内存抄得更高一些才能打过了 总结一下吧 14600K相比13600K仅仅有小幅度的提升 如果你纯换CPU 那我的建议是完全没有必要 但配合内存升级 相比13代或者12代初期的游戏帧数还是有进步的 而7800X3D的确抢尽了风头 在我们测试的大部分游戏项目里面 都要好于14600K 略低于149K 内存对于Intel平台还是比较重要的 如果同样都跑6000C30 那7800X3D的帧数会比较离谱 虽然游戏方面被AMD抢尽风头 但是生产力环节 Intel这边核心多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Cinebench R23 i5 14600K多核25149分 相比136K提升了约10% 14900K的得分是41724分 这部分相比139K要提升了一点 单线程表现也有些微的提升 i5在4%左右 对比AMD仍然可以展现出一定的优势 Cinebench 2024是上个月新出的版本 但这个版本提高了内存对于分数的比重 跑的时候内存占比也变高了 目前依旧没有办法替代R23的使用 我们简单测试了一下 差距幅度会比R23小一些 这方面Intel还是有优势 纯计算核心的CPU-Z 多核心146K默认可以突破1万分大关 149K在1万7左右 单核146K850分 这个和136K基本上没差距 149K跑到了963分 如果简单调试一下 突破千分应该是不难实现的 7Z解压缩测试 146K也只是小幅度提高 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X265边解码测试 区别也很小 基本上就是136K超个屏就能达到的水平 Spec Workstation的工业软件测试 CPU部分我们也进行对比 规格跟频率的优势在这里体现的更明显一些 3D缓存在这方面的帮助很小 Intel通过大小核来提高多核性能 确实能在这些软件里起作用 从结果上看 146K相比上一代的提升并不大 差距主要还是体现在主屏上 如果你手上有13600K加子一系列的主板 那简单超下屏就能达到146K的性能了 所以说如果你想获得更高的多核性能 那只能选择更换更高规格的型号 平换基本上是没什么提升的 看完了性能 那功耗呢? 我们拉出了R2030大家的功耗表现 这146K和136K的差别很小 都是170W出头 360水冷压制下也是比较凉快的 不过同样频率下温度功耗都稍微降低了一点 应该是体质变好的结果 而149K直接跑到了350W 温度也跑着跑着就100度了 非常夸张啊 必须得360水冷才能伺候了 而7800X3D的功耗表现相对来说好看一点 不过AMD这边仍然有积热的问题 想要成绩好看还是得散热介质温度低才行 240K或者360K水冷也是少不了的 看完了所有的测试内容 相信各位对于台式机的14代处理器应该有一定的了解了 简单总结一下就是 i5和i9基本上都是官方超频 性能相比上一代提升很小 如果你已经手持13代处理器 那完全可以不用考虑升级了 如果你用的是更老的电脑 感觉CPU不够用想升级一波 那只要价格合适 13代、14代、M4都是值得考虑的 14代相比13代的优势在于 如果你搭配B系列或者H系列的主板 那这些主板上的频率是不可调的 那14代的默认频率更高 所以性能会有提升 只要你不追求极致 对于内存超频没有那么讲究 主板的钱可以稍微省出来一点 而AMD这边呢 如果你追求游戏帧数 7800X3D确实非常值得考虑 但是相对成本会高一些 盒装优稳定的3000块钱 主板也不便宜 B650也得1500多了 而且没有核显核心规格也会小一些 这就看你的用途选择了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对你有帮助 不妨长按点赞来个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我们 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一下比8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交流买本性得帮助电脑小白 这是比8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